据长城国贸微博爆料,郑爽单方面承认整容,让维护他的张翰大怒,两人感情迅速走低,每天欣赏沟通,貌似已有危机。 长城国贸在微博中写道,前几天听说张翰一个人出国散心,还传出两人绝不动台的消息,一开始我是不信的,但开播发布会郑爽也不到产。 另外,有媒体朋友得到消息,发布会张翰会放出重磅消息,这又是真的吗?